昨天纽约阴天今天阳光明明 这个昨天同一个时间下午时间开会的一群人外国人 他说昨天我看到你祈祷 你还说这个今天那么冷 满脸的爱伤今天那么开心 看到太阳出来 为什么这么大变化 我因为昨天很寒冷 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在寒风中 我心里不好受 现在早上有阳光了 我相信他们迎着阳光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总比在寒风中好 他很惊讶 他我们现在谈的问题是 中共国现在要杀掉自己的同胞同类 要追杀类似马云这样的人 他说那为什么中国就这么不同 你也是中国人 我说因为我在中国我也这样 我从来没有害过中国任何一个企业家 我没和任何中国共产党勾兑过 伤害过任何中国人 即使我没和共产党为敌的时候 我很小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欺负过弱者 但是有弱者被欺负的时候 我必将打暴不平 这就是我的意思 我就是人类的骑马 什么叫人高尚 就是一定要有 懂得什么叫善良 不能欺弱 不能巨恶 共产党在全世界 就是欺软怕运 就对中国老百姓 哇他很感动 他说 哎呀今天你把我感动了 兄弟姐妹们 爱战友 爱同胞 有人性 我们活得有意义 爱别人 比被人爱 更幸福 更有意义 而且要发自内心的真爱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